第44章 虚幻的美丽 他不让娘帮手 说是旁人不知道轻重 还不如他自己动手 晓得多大的力气 他又让青木拿了另外一支盆来 洗一遍换一次水 省得一次把一盆水都给弄脏了 结果洗完一盆水 将药膏洗掉后 下面的皮肤果然如菊花担心的那样 红肉翻卷 昏黄的灯光下 杨氏两口子和青木都惊呆了 就算他们平日看惯了菊花的赖皮丑脸 也被眼前菊花脸上可怖的情形给吓住了 杨氏死死地咬住嘴唇 但也压不住满心的酸楚 最后冲上脑门 激得双目泪如泉涌 一身哽咽冲口而出 他的身子摇晃着几乎要晕过去 亏得正常和扶住了他 正常和自己也是垮着脸 两口子相互搀扶着 又是伤心又是难过 青木牙关紧咬 先是双拳紧握 然后又松开 上前握住菊花的两只小手 传递着自己无眼的安慰 菊花却是已定下心神 他轻声对三人说道 爹 娘 哥哥 要是我好好地变成这样 你们难过还说得过去 可是我脸上本来就不好 虽然现在是破了 等秦大夫苗兰给上了药 长好以后 大不了跟往常一样 还能坏到哪儿去 有啥好难过的 娘 你甭哭了 再泡一些菊花茶来 这脸呀 还要好好地洗洗干净嘞 三人见菊花镇定平静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又说得很有道理 还安排了一番 心下好受了不少 杨氏抹了抹眼泪 带着哭腔说道 那我再去泡一些菊花水来 青木说道 我去找秦大夫 这会儿离天亮还早嘞 要是不赶紧上药 这脸怕是要不好 菊花觉得他说得对 这脸上溃烂了 暴露在空气中 要是感染了就麻烦了 于是他便说道 那哥哥就去吧 要小心点 点上个火把 别黑乎乎的摔一跤就麻烦了 青木口里答应着 果然去厨房点了根火把出门 但秦峰背着药箱和青木带着一身的寒气走进镇家 镇长河和杨氏正守在菊花的床前 满脸的心疼和胶着 菊花靠在床上并没养神 背后垫着枕头和小抱枕 秦峰也是被菊花脸上的可不情形给惊住了 这么严重的溃烂 看来白天菊花的疼痛就是发作了吧 自己还坚持要等一个晚上 实在是 她的心里又悔又自责 也无暇和郑长河两口子寒暄客套 先给菊花整了一回卖 然后就打开药箱 取出外伤常用药给菊花涂抹起来 郑长河低声对秦峰说道 秦大夫 大半夜的还帮你吵起来 真是难为情的很 秦峰神情专注地上药 并不理他 过了好一会儿 等将菊花脸上溃烂部分全部都上了药 才停了下来 宇戴责备地对他说道 郑叔 你这是骂我呢 要不是我 菊花的脸也不能变成这样 我来不是应该的吗 杨氏连忙说道 话不是这么说的 要不是秦大夫想把菊花的脸给治好 也犯不上大老远专门找你师父用药 这脸啊 本就难治 谁也没规定你一定要治好的 咱可不怪你 菊花也轻声说道 秦大夫 你也别怪自己 我的脸呀 反正都这样了 也没啥 郑长和秦木也连连点头 他们的诚苦宽厚 反而让秦峰更加的愧疚 他取出一块柔软洁白的棉布 仔细地将菊花的脸包裹起来 在脑上气上结 然后说道 好了 等下换药的时候再洗脸 这两天呀 都不要洗脸了 明天我再配一副药给你煎了吃 好得也快些 菊花点点头 看着秦峰一脸肃然的样子 知道他心里很不好受 便说道 谢谢你秦大夫 我真的没事 要是往后找到新的法子 再来帮我治 秦峰明知道他是宽慰自己 也不由得微笑起来 忽然他的笑凝固在嘴角 刚才离得静不绝的 现在图完要退下后才震惊地发现 眼前这个女娃是如此的美丽 她的眼睛以下被白布给遮住了 而白布上方却是两弯青泉似的眼眸 昏黄的灯光摇曳下 那两弯泉水幽深平静 泛着炼焰的波光 和光洁的额头 一起形成一种神秘又萌柔的美 使人忍不住伸出要将那白色的面巾给扯去 窥视他全部容颜的冲动 这一块白布是如此的神奇 竟然成为极丑和极美的分界线 菊花见他正正地看着自己 奇怪地轻声唤道 秦大夫 秦峰被他的声音给惊醒 看着眼前这个极丑美于一身的可怜小女娃 心弦颤抖 只觉得老天何其残忍 竟然让他一个小小年纪承受这样的折磨 他忽然生出了无可遏制的冲动 那就是要将这份美丽修复完整 他凝视着他的眼睛 轻声却坚定地说道 我一定会治好你的 菊花听了这话有些感激 却又莫名其妙 好端端地为何发誓 这可不是随便就能许诺的 站在秦峰身后的杨氏两口子和清末 显然也是被蒙上脸后的菊花 那种神秘而朦胧的美给惊呆了 这比刚才看到菊花洗去高药后 皮肉翻卷的样子 更让他们忍无可忍 无法接受 杨氏的泪水奔涌而出 他的菊花竟然是这么的好看 可是 郑长和拉着他的手 这汉子也是在心里狂叫 我的菊花是好看的 是好看的 清末紧紧转着拳头 他的妹妹比柳儿还要好看嘞 可是老天爷为啥要这样狠心 毁掉妹妹的一半脸 三人都有些承受不住这结果 杨氏精神恍惚 郑长和也是精神萎靡 只有清末强忍伤心 挽留秦峰 不让他大半夜的还摸黑回去 于是他便和清末挤了一张床 这剩下的半夜 郑家的人除了菊花 都注定是要失眠的 他们脑海中那蒙上面睛厚的美丽 怎么也挥之不去 那种鲜明的美丑对比 让人感到挖心扯干般的疼痛 为此杨氏一直哭到天亮 哭湿的枕巾 也哭肿了双眼 郑长和裸着媳妇的肩膀 一个劲的帮他擦眼泪 可是那泪水擦也擦不干净 况且这汉子自个儿心里也是凄苦万分 他又不能跟个婆娘似的大哭一场 这么憋着 竟是比媳妇更难受 心里直埋怨老天 咋不叫他变成赖皮脸 好把归女脸给换过来 第二天早上 正好是赶车的老陈 去集市帮人运货的日子 杨氏让青木把今儿要卖的菜 挑到村口 送到老陈的车上 托他送到福西杂货店 交给来喜去卖 并转告他说 因为菊花有些不舒服 所以今儿就不去集上了 接下来的几天 杨氏都在家照顾菊花 不让他做伙计 说是脸上的伤太严重了 要好好的养才成 菊花的大舅 听说菊花的事 便让来喜全力帮他大姑 每天迎来送往的 不让杨氏操一点心 好让他腾出空闲 在家照顾菊花 大舅杨德发 还抽空亲自来了一趟 看完菊花 他见菊花现在这样子 也是叹息不已 菊花无奈地遵循爹娘的安排 在家甩手休养起来 不过以前整天忙碌 现在让他歇着 他倒手养起来 拿起针线给爹娘做了小夹袄 预备来称好穿 又做了两双鞋 虽然不大像样 但正常和两口子都笑得合不拢嘴 带脸上溃烂的地方 结了硬壳夹子后 他便想着做一副面筋 往后出门就围上 他记得上辈子曾经听人说过一句话 长得丑不是你的错 长得丑还跑出来吓人 就是你不对了 很经典 打击人也很不留情面 他还是别吓人了 吓坏了小娃子更不好 往后还是在脸上围一副面筋吧 于是 他用那做被套剩下的布 做了一副面筋 围在脸上 比那白布效果好多了 脸上蒙块白布 像盖死人似的 这面筋是浅绿色的竹枝图案 更是衬托得他眉目如画 气质淡雅 沉浸 即便已经见识过他的美 爹娘和哥哥 还是又一次的手足无措 这样的美丽 不是乡下女娃该有 那是和柳儿梅子 她们都不一样的 她们无法理解脱俗的含义 自是无法形容菊花的气质 而且先前菊花 刚经历了褪皮之苦 脸上蒙的又是一块白布 那美就有些凄凉和死板 现在蒙上这浅绿面筋的菊花 甜静的像花儿摇曳 却又充满了活力 轻盈的像蝶 在她们眼前转悠不停 她们既高兴又伤心 这美丽是活生生的 却又是虚幻的 明明看得见 却又根本不存在 一切都是因为那层面筋 和面筋掩盖下的丑陋 这矛盾的感觉 让家里人满心不平 充满遗憾和凄苦 杨世子总是背着菊花 偷偷地抹眼泪 晚上也总要哭一场 才能入睡 她觉得自己 把这辈子的眼泪都要流光了 好些天过后 她们才渐渐地习惯了 蒙着面筋的美丽菊花 不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感觉 经历了一次打击的菊花 不再想自己的脸 重新又关注起 她的小本身一来 可是随着天冷的月发厉害 每天卖出的菜 也减少了许多 实在是大冷天出门的人少 乡下人虽然穷 但到了冬天 还是猫在家里过冬的多 每天买菜 变成了下堂籍和附近村庄的人 二里铺干活的 反而没几个人了 好几天都剩了好些菜回来 分给小石头和张怀家 村长家也送了几回 菊花把每天的菜量减了一大半 剩下的下水和猪头都淹了起来 她有种感觉 明年春天 这东西肯定不够卖 还是多存一些货比较好